是這樣的 所以都透過一個 PowerPoint都很清楚說到 一個就是兒童性罪行的問題 另一個就是 沒有精神的能力的部分 的保障 我們在座也是那句 有法律主義的同事 也有社福大 也有議員助理 或者議員做政策 所以一會希望大家暢所欲言 達英也說了 可能超越這個 諮詢文件的內容 但是大家根本已經有很多 關於這個範疇 我想都樂意交流 我自己就 儘管我一個註冊社工 但是我並沒有 在社福界有一個持續的 執業服務 都叫執業 我亦都不適宜說 對於某些剛才達英說的 是不是應該 社會有一個討論 有一個立場 譬如那個 十三至十五歲中間 的性的一些行為 究竟是相對還是絕對的禁止呢 我相信要聽多些的意見 但是我就問一些 可能是諮詢性的問題 兩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因為我聽到很多 就是說 我說青少年那邊 其實我可能和學校有關 究竟教育工作者也好 或者學校的社工 或者青少年那些社工 那個觀點 有沒有很好地納入呢 尤其呢 老實說我自己都做很多地區工作 都幫不少小孩 不要說不少 都有幫過 那些家長呢 幫那些小孩呢 寫我十五歲 和另一個十五歲的 有性行為 寫及情商 那 你說十三歲 絕對禁止 大家一定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十五、十四 這些也都 看不到是權力不對等 而發生的一些性行為 那我自己是難有的立場的 但是究竟譬如說 我都想聽一下 有沒有一些 都幾清楚 可能和學校有關的前份者 或者教師 又很尊重青少年社工 有沒有一些很特別的觀點都講過 就是發覺會令到他們 都幾清晰的考慮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是精神上 無限為能力的一些改變 那這裏呢 也都是 我看到 擴闊了那個 受保障的群體 也都是擴闊了 可能會觸犯法的 一些性行為 那個範疇 和那個取得同意 都會再仔細些去處理 但是回到 根本的問題 就是精神上 無限為能力的人 就是根據精神的條例 本身呢 其實呢 都不容易處理的 就算我的定義上 就是沒有了那個 沒有一個獨立自主的生活能力 那你說它弱智 那弱智到甚麼程度才受保障呢 有沒有已經開始去思考一個行政的配套呢 可能一會有些同工會看得更清楚 它既是有些特殊學校畢業的 但是也都可能是一些 本來是現存人士 但是開始老了 譬如有認知障害 那慢慢它 就是精神上出現一些 那但是 怎樣有一個行政規 都令到他們 就是可以辨識到 他們是 就是符合精神健康條例 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呢 那我很有感受就是 我做過那些 其實都打份工的 他是讀特殊學校畢業 不過他輕度呢 就出來做事 然後被人騙他 去做健身 然後借錢 帶他去 原來那些是紙障的 看樣子又不像 所以其實 我也很關心這個範疇 但是 那個行政配套 怎樣去真是 量到那把尺 那把尺是甚麼呢 可能我這個問題很表面 但是這個也是很關心的 那我想 一會兒可能留待你們 又會問一些這麼深入的 看黃律師那裏有沒有一些 是啊 我剛才呢 也有兩個問題 啊 啊 張五十歲 我相信 十三歲那裏 其實是不是現在 反映到現實的情況呢 因為現在的人 很早熟 是不是應該要降低到 比如十二、十一歲 這個我建議一下 因為十三歲其實已經很成熟 因為他們那個defense的話 喂 我相信他 是超過十三歲 其實真的很容易的 因為他真的不像十三歲 所以在這個角度呢 我給少少意見 可不可以探討一下 將他十三歲這裏說 但因為十三歲 可以看出來是十五六歲的 他用這個defense 現在就是absolute defense就行了 但是可能這裏 我可以探討一下 第二個問題就是 Sexual Blooming 剛才你提到 我特別有印象 我想知道哪個國家有的 還有 這件事 剛才阿張Sir你提到 如果是這樣說 會不會引致到一個私人 侵犯私人的問題呢 家長或者警方 第二個就是 會不會引致到那個警權過大呢 因為你這樣 這個Sexual Blooming 沒有actual serious 那時候 你已經 就已經 就已經 就說他的man serious 上面已經是 就是有個動機了 這樣 是否符合了我們 我們公司的原則呢 這個我反而有興趣 在Sexual Blooming那裏 探討多一點 我和我試一下解答 我動畫著頭理解答 我留在他看著 我留在他看著 我想 Sexual Blooming那裏 可能我已經覺得 表達不是很清楚 就是 其實那個建議裏面 如果要構成這個罪行 其實就不是說 單單你之前 在互聯網那裏 這樣撩天 你就可以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 的condition 一個動手 最重要的 原則就是 第一的原則就是 你起碼 至少有消過一次 在互聯網 其他方面 跟他這樣撩天 跟他撩天 這個 這是第一點 重要的就是 你跟著 是要約他出來見面 而你見面的目的 就是為了 要和他進行 一些法律禁止的行為 即神創 或者 悲哩 等等的行為 這樣才透過 一個罪行 所以變成 不是說 談談 就已經會 會 所以 實際上 你要證明他 若你出來的目的 是為了 要和他進行 那些 尤其證 你都要確實 那些證據 除非他已經 開口牌說了 要出來 我和你去 遲早有店 去九龍堂 哪裏 你有這樣的證據 你才可以 如果可以 讓你出來見面 都不足夠 都構成不到 對 所以 不是說去到 所有的地步 不過 我們說回 實際上 實際上 你也知道 有時候 那個註行 還未完全發生 但是 若是 真是有足夠的證據 嘗試到 就說 警方可以介入 他 所謂 假裝 那個小朋友 繼續 因為 你知道有時候 你要拿證據 你只知道 有一個 證據 這個 就是 我們建議可以做的 那 什麼國家有呢 就是 英國 西南 好有的 也有的 而實際上 我們 可以不說 可以不說 我們主要參考 一些 保育化的國家 在這方面 都會有的 紐西南 那邊 特別是 可以容許 所謂 一個 扮 弟 的人 都可以 因為 一本法來講 我還要加上一件事 就是 這個罪行 只適用於 十八歲之下的承認人 一被告 一定是十八歲之下 所以 如果你們兩個人 兩個人都要欺負自己 在這裏表天 不如我們一起 咳咳咳咳咳 那些 那些 不會及分 是的 這些是 唯一 這個 那個被告人 是有年齡的限制 其他人也沒有 是的 是的 我希望回答了 十四官命的情況 至於 就是 那個 那個 所謂絕對責任 那個問題 那 我都說 我們都算是疑點的 不過 我們暫時 我們講得到 不要說 你有十三歲的人 就拉低 就算十六歲以下 其實 你說取消了絕對責任 可能社會上 也可能會上 即是 即是 譬如同生 啊 建議 他說 十三歲 都容許 說 如果我覺得他是 夠十三歲 我和他上床 什麼事 是沒事的 我們的感覺上 社會上 和香港社會 應該都不是 它們會有很普遍的 這也是 中間法院 就回十六歲以下 所謂上床的情況 說是不合憲 那裏 中間法院 中間法院 都是這樣 為了保障這些 所謂移行的時候 有時是那條線 就要劃得 劃得清楚 那你有任何的疑問 麻煩你 Stay beyond the line 不要紮著黃線 這個背後精神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 她的樣子 她是不黃 她不止三歲 我十四歲 如果十四歲 麻煩你 要先搞清楚 所以我想 始終 因為我十八年了十六歲 你說 她移到十三歲 有多少 會看的樣子 是超過十六歲 其實我想 就不理會這麼多 如果你說 他十四五歲 十四五歲 都沒有十六歲 都是很簡單的 所以我想 那個國際 改變空間 我們暫時看不到 我們都可以聽到 有甚麼意見 那我跟著 阿彪的那兩個問題 那就是 關於 是 弱智那裏怎樣辨識 或者是怎樣辨識 有甚麼行政配套 那也都坦白說 我們很多時候 建議一些性的罪行 等等 其實我們就 通常我們未必去到 行政配套那裏 去做一些很具體的建議 那我那時候 當 你知道整個法律改革 有不同的 立法會 提出一個建議 那最後 基本上 社會接受 政府覺得 要立法 立法那裏 還要有一些資深的 你知道 立法會員 又會開 這次 又談 跟著都會談 整個配套 是否足夠 其實這兩回事 都是很平衡的 其實 這兩回事 是很真實的 有很多的改革 如果你沒有足夠的配套 可能懂得其反 那 實際上我之前 我去過一個資深會 我都聽到 我的意見都是不說的 他說 對於若見好的人 你不單止是 怎樣怎樣 怎樣 怎樣補強他 其實你都要教育他 你教育他 要怎麼懂得 說不 這些 這些是一些 我覺得是好的意見 但是我回應 就是說 如果有這些意見 你儘管寫進來 雖然不是我們權限裏 你儘管寫進來 至少 立法存案 就算我這個小組處理不到 阿革會處理不到 至少有個意見收到 都會加上 給政府黨 去考慮 你明了 學識分會 我們就沒有這樣的資源 學識去做很多 不明白的事情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 有些不經費到的東西 追求的時候 不可以讓政府 他知道 要改革這個法律 他都要處理 有些不經費到的東西 不過 要講見識那裡 我自己粗略 當然我自己認識不多 但是 我們會這樣看的 的確 你說弱智 等等 真的分 有些你一眼看到是 那我同意 有些是看上去 你知道的 不清楚 那 那 在那裡 就不是那個 定義問題的困難 因為 如果我們現在 我們的建議改革 因為 所謂剛才 兩個條件 MIP兩個條件 我們拔走了 那個程度那方面 拔走了 他是不是弱智 等等 這個是 醫生 很容易講得出來的 即是他的IQ 即是他們是 有些好客觀的策詞 所以說到一個人 是不是弱智 等等 所以那個定義 或者是他證明 就不是還的 不過呢 我們的建議都同樣 是要求 其實你要告那些人的罪行 那也要證明那些人 是知道 即是對方是弱智 或者是保護的 即是我們要建設 即是我們認識法律 有時我們都不想叫往過正 因為如果我根本不知道 你弱智的 你去做甚麼 我怎麼去找法呢 但我相信 就比他這麼難 因為呢 我們現在受保護的情況 如果你和他特定關係 就是打工等等 你 有幾難證明了 你也知道他是弱智 即是你有的證據 證明得到 或者你是他做的老師 有很多其他的證據 證明得到 你是知識的 但如果真的沒有證據 證明你知識 例如說他一個 聽到弱智的人 你出去麥當地打工 看下去是弱智的 有個顧客 就不知道他是弱智的 不如說 不如去做弱智的 不如我 劇里看電影 你和我相同 如果他真的答應 如果他真的答應 如果他真的沒有證據 他跟那個人是知識 那個人是受保護的 如果是弱智的 在我們見面之下 那個人也不會太快 即是這個 就是要明白我們介紹 即是希望 那些人不會做鬼人的 至於說到 就是 15歲以下的情況 我剛才介紹的 我沒有特別說 不過我知道 這個也是我們 其中一個 我們警察院裡面有提醒到 就是怎樣處理那些 所謂 兩個都是少年人 在一起 兩個都不糾情的 當然 現行法例 就是一個不公道 對男的不公道 我聽到的意見 現在有些女的 就更激烈於男的 有些人更激烈於男的 就更激烈於男的 那些現行法例 就只是所謂 同女的相同 就是男的犯法 但是沒有一個相見的罪行 就是不換男的 但在這方面 我們的建議就是 沒有那個性子的特別 總之是十歲以下 無論你是男和女 你也可以是受害人 人家人 人家人 這方面是這個 但是 就的確 這個問題 如果兩個 都是十六歲以下 跟著他們搞在一起 他們去上創 這個其實 大家都知道 是有時發生著的 現實在發生著 外國很多人 香港越來越多 這個是一個 頭痛問題來的 我們說回 我們小組的 現在的體辦 但是 當然我們考慮過 會不會是接受一個 社會現實 不如就非言主化了它 既然它們都發生著 每個人都在做 很多教師都知道 這些都在發生著 當然一個選擇 就是非言主化它 就是 如果你們兩個都不九成 那些 他們兩個都不犯法 這是現實的做法 或者 有些國家的做法 有一個所謂 close in age 的 defense 如果你跟它相差 差不多兩年 或者一成這樣 那樣是不犯法 就是 你們兩個都不九成 那樣 現行的做法 你知道 現行是很麻煩的 就算一個男的不九成 或一個不九成 的女的身材 都會告一個男的 對 這樣也是辦法的 但現行 大家知道的處理 一般來說 儘量都不會 過度手法性 因為一般 是用公司警戒 那樣的方法 去一個非劍控的現行 去處理 這就是為了 那個所謂 那個劍盤 去處理 那 那 我們現在 暫時 我們小組的建議 其實是 維持 去自然行的做法 那 那個 考慮點 就是 沒錯 我們不可能 就是說 這件事是會發生的 但是我們 會擔心 如果非劍事化之後 就更加難去介入 或者管他們 很簡單 如果你非劍事化之後 如果你家長也好 社訪也好 社訪也好 遇到他們什麼 就帶回來 學法的 你只趕大禮了嗎 我們沒法分 哪裏管 那你管 那你介入不到 那第二 就是說我們都擔心 雖然他十六歲 現在很多時候 他們好像生得好像很大一樣 但是 大人說一句 沒有他被殺了 有時候 他們未必知道 他們的結果 而 在那個 澎湃的壓力 都是一個 我們要考慮的因素 因為擔心的情況 如果你是非劍事化的時候 那 譬如一班人 就說 不犯法的 把他上床 推下去 你不夠膽嗎 有時候 是因為這些 澎湃的影響 其實他會控制 要跟那個人 上床 或者其他人 可以自我保護 能力 那麼高 這些都是我們 會考慮過的 因素 所以我們 也都 我們考慮到 就是說 其中原本的調整政策 基本上 其實 如果他們是 不適合到一些 abuse的情況 其實 都尽量不高 或者希望 用附路 其他方面 去處理 還有 坦白說 當我們 取消了 性別的 劃分 其實 很可能 若他們 真的兩名雙元 兩個小孩 包括家長 都不太不說 會告 你知道 現在我聽到 很多都是這樣的 通常是 女家長 知道 聽到之後 陳好 Senator 助理 警方說 報應 給予很多人 請報告 又怎樣不告 因為女的犯法 是男的犯法 現實 可能是女的 好刺激的被子 可能是男的 還未病 可能是男的 但他的一樣 但如果我們 跟我們這方向 兩個都犯法 如果你真的想 像在街頭打架 打架 就是很多人 大家就 那部電影是這樣之後,大家都認以接受所謂的走行為 或者大家去消刊等等 這是現實運作上,如果中間不涉及一些評論 我們相信,有時候都未必會用自己的方法去做 所以表面實在是一個現實的理由 這是我想他們的大意 但這個我覺得是需要聽見的 因為我們就在談,我們都預計在這個議題上,社會上有不同的聲音 有些覺得聖節主,他都15歲了,為什麼不可以讓他們自己 證明反正正在發生的了 現在,如果中學很多都根本治兵,就被他10歲了 以後他一成已經發生了什麼行為 是有這些聲音的,我知道